我要死在你怀里了 我和父亲同他而死 我下而无恨 罪牛宰相不仅妻妾比皇帝多 就连活的寿命也比皇帝长 张仓曾经在清朝做过官 之后还成了西汉的宰相 可是等到张仓退休之后 他却迷上一件事情 那就是喝母乳 甚至让自己的妻妾来给自己生产这类东西 据说张仓凭借着喝母乳活到了104岁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做到的 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 古人也是如此 但是古人想要长寿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根据历史以及1936年统计的古代年龄死亡率来看 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在30岁左右 很多人都知道古代人的寿命并不长 但是只能活到30岁左右恐怕也有点太过离谱了 主要是古代新生儿的夭折率也非常高 由此算来古人的存活寿命才会大大降低 如不算那些夭折的孩子 大部分人的正常寿命是在40岁到50岁左右 如果生活条件再好一些 说不定可以延续到60岁左右 而古代人之所以难以长寿 大部分都是因为三个原因 首先就是饥荒 古代基本上都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来种田 一不小心遇到个天灾人祸 比如说房灾鼠疫 那么农作物的收成就会大大减少 这也成为古代人非常烦恼的事情 有些朝代甚至还会把农民的收成不好 跟皇帝的原因联系起来 第二点就是战乱 不管是朝代变迁还是南北方 以及国内外的战争 都成为古代人短命的原因之一 再加上古代时期医疗水平十分低下 也没有什么能够及时治疗的医术 这就让古代人的死亡率大大增加 但即使是这样 古代还是有不少人都活到了八九十岁 甚至上百岁的年纪 两个人的奶水加在一起 也不够我饱餐一顿 老爷就先凑合凑合用吧 史上罪牛宰相 妻妾比皇帝的还多 靠喝鲜汝活到一百零四岁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他是如何做到的 比如说神话当中的彭祖 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 但是在这个神话故事当中 彭祖居然活了八百年 恐怕是非常长寿的人之一了 还有一些带有传说色彩的人 比如说老子 就曾经传说老子凭借修道而长命百岁 如果说彭祖跟老子的年龄 是带有虚幻色彩的话 那么接下来 这个人却是真真实实的 活了百岁有余 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宰相张仓 张仓是西汉时期的一名宰相 据说张仓这个人 不仅仅非常喜欢读书 甚至还精通立法 虽然张仓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 但是他在清朝的时候 就曾经担任过一些官职 只不过后来 因为触犯了法律 就匆匆逃离回家 最后还是等到配供刘邦 攻占城池的时候 张仓才以门客的身份 跟着刘邦一起攻打南洋 后来有人查出 张仓曾经触犯法律 所以就想要处死张仓 但当时有人看到 张仓知识渊博 所以就向刘邦说情 以此来赦免死罪 之后刘邦建立西汉 张仓就被升职成为 管理财政大事的大臣 由此看出 张仓身边有很多贵人 这些贵人帮助张仓 一路过关斩将 才能有了当时的成就 张仓也非常懂得 利用属于自己的资源 来展现自己的优势 也是因为如此 张仓遇到了不少 兴趣爱好非常相似的人 但是随着年龄不断增大 张仓就并不想生活 在朝堂争斗当中 于是就决定回家养老 史上最牛宰相 妻妾比皇帝的还多 靠喝鲜汝活到104岁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他是如何做到的 古人讲究三妻四妾 就连张仓也是如此 张仓是在历史上 留有姓名的人 所以他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而且根据耶识记载 张仓家里面的妻妾 居然比皇帝还多 也许耶识是想要利用 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张仓非常受欢迎 但具体妻妾的数量 到底有多少也无人知晓 据说张仓在辞去了 丞相这个职务之后 就回归乡里了 张仓的年纪 本来就已经很大了 又因为年纪大 所以嘴里面的牙齿 全部都掉光 这就导致张仓最后 只能靠喝一些稀饭来度日 但是身为曾经的宰相 也不可能每天吃稀饭 所以最后张仓 就让一些人为他如母 正好张仓的妻妾都比较多 而张仓就让那些生育过的人 专门给自己提供母乳 这样一来 能够让自己改善一下口味 另一方面 则是根据古籍上说 喝人乳能够让人长命百岁 所以张仓就又重新雇了很多人 去为自己提供母乳 如果他自己的妻妾当中 已经有人生育过 那么张仓也不会再跟这些人来往 反而是接触那些年轻之气 就这样张仓凭借着人的母乳 一直活到了104岁 后来即使张仓活的年龄非常长 他也没有戒掉这种癖好 反而是一直在喝母乳 而张仓不仅在政治上面留有性命 甚至在他的风流往事都被人们所议论 那么大家是否听说过张仓这个人呢 关于张仓的政治事迹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评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